我這條問題如果不問他 我想不到誰可以回答我 和誰願意跟我談 就是譚琪琪啦 琪琪琪琪 如果你很愛這個人 搞事的時候 他就說很想拍下一個紀念 你行不行呢 我承認的 我有拍過 我真的有拍過 其實那時候是出於好奇的 我有想過做這件事 你有沒有試過 我有試過對方有提出 但這個不是我老婆 我試過有男朋友偷拍我的 和愛人去開著Face Time 就被對方截圖 吞手就來威脅 所以我覺得女生首先要懂得保護自己 沒錯 男生都要 尤其是如果琪琪這些人 那些人在進行的時候 是喜歡一個 你很英俊 所以這麼久 我是覺得任何 我試過的一個女生 我未聽過一個好聽 你覺得有愛先有 有性 還是可以有性 沒有愛 還是要有性 之後可以有愛 一定是性 之後愛 說得粗獄一點 你也要試一試課才行 但我聽很多身邊的例子 結完婚之後 姐妹們就投訴 原來我老公不行的 那些人 我想說一個很誇張的經驗給大家 我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有一次跟我說 她真的覺得很辛苦 她每一次發生的時候 她弟弟和她弟弟的女朋友 因為她弟弟和哥哥 是要同一個 是 所以床是會有機會倒閉的 有機會承受不到 就算不是拍拖 你也可以有性伴侶 可以有 我知不知道 有些朋友也可以 我們就有位愛情練習生 幫我們發明一些感情難 歡迎我們的阿豆 HELLO HELLO 我是阿豆 我是情練習生 今天要分享一個小的難題 讓兩位嘉賓幫我解決 話說我是一個女生的朋友 30歲 一個穩定的男朋友 人品很好 相處都沒有大問題 但是 他們之間有一個非常大的裂痕 就是男生的性功能 是避充不到女生 他們就因為這件事 經常吵架 誰知女生一氣之下 就去玩交友S 就證積了一個男生 是不避充到她們的性需要 同時之間 他們雙方父母 都不斷逼她們結婚 如果你是那個女生的話 你會接受這段無性的婚姻 還是放棄這段10年的感情 那你會怎樣 我 我覺得性是重要的 我個人會比較特別 如果我無性一段時間 我會忘記性這件事 一個滿足不了你的性 一個滿足不了你的愛 那為什麼我不找一個 滿足我性有愛的人 但是30歲了 你現在說琪琪30歲了 30歲了 你要結婚了 你還不結婚 老姑婆 我反而會選 我直接跟SP重新開始 因為我覺得女生一定是有愛才有性 現在現任男朋友 她真的試過找SP 你對她就沒有信任 原來在同學之前 一個好玩的女生 她生活很任務 她要有500個SP 只要她沒有性病 其實都可以 聽到都開心 嘩 我想她有500SP 我絕對不介意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是這樣 越有經驗才是越好 True 你學英文 你寧願找個同學學 還是找個老師學 這個很有說服力 對啊 當然了 30歲就帶她去 我明白了 沒有一個絕對對與錯 因為我真的有看過一些故事 那個老公滿足不了的時候 大家是可以的 他們各自去找到一個伴侶 我呢 就會給你好像去旅行一樣 你就自己去選擇你那個 而我會知道 還有她的partner是健康的 那麼英俊 第一是大性無能 另一個是地中海 樣衰 但有正常性能力 你們選誰 另一半 早上是盼於眼 晚上是白兩金 還是反轉呢 你想選白兩金 為什麼 因為她搞笑 她喜歡比較幽默的人 我是知道我有八 但你不要愛我 我不喜歡英俊 哦 哦 那我更開心 哈哈哈哈 哈哈